监狱小白第一天如雨 结果就被老油条盯上 对于这种白白嫩嫩的犯人 寂寞已觉得老油条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但他不知道他选错了人 不料对方竟是个硬茬子 二话不说 乱起铲子就对他尽心反击 可还没打几下 就被一旁的老黑拦下 很快玉琴也纹身赶来 劝阻的老黑被误认为是闹剧的始作俑者 于是在注目睽睽之下 玉琴用手铐将两人拴在了一起 老黑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 在玉琴走后二人就开始扭打在了一起 所有人都被新一轮的闹剧吸引了注意力 包括换班的玉琴 此时角落里逃过一级的埃德开始动起了歪心思 趁玉琴不注意 埃德一把冲上去夺下了他手里的枪 随后开始对玉琴转开逐个击杀 一时间监狱变成了人间屠宰场 在干掉了所有玉琴之后 埃德又对着杰克和老黑二人疯狂输出 无奈他们只能起身逃跑 玉琴的球车被埃德打爆 爆炸产生的火焰席卷了整座监狱 做完了这一切 埃德就翻过了围栏越狱了 杰克和老黑两人也顺势串入了森林 消失不见 在监狱发生如此重大的变故以后 当初抓捕杰克的警察马修就被叫到了现场 同行的还有一名来自检察院的执行官 马修被上司告知要辅助这位执行官抓捕逃犯 可执行官非常自我根本就不听他的建议 时间没过多久 马修就在森林里面找到了埃德的踪迹 他迅速的控制住埃德 准备将他带回警局抓拿归案 可就在这时盖伦纹身赶到了现场 他举起枪将准心对准埃德 二话不说直接一枪终结了他的生命 马修神经复杂的看向盖伦 但碍于对方的身份 他并不能多言 在森林的另一边 杰克和老黑被河流冲到了下游 好巧不巧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个排水管道 两人沿着管道一路来到了一个黑不溜秋的地方 忽然间一阵轰鸣声传来 二人迅速的意识到 原来此时他们正处于一个火车隧道当中 并且背后就是一辆急驰而来的火车 二人顾不得多想 只能撸起袖子拼命的往前奔跑 随着火车越来越近 眼看他们就要与之撞上 情急之下 老黑拉起他纵身一跃再次跳到了河流当中 好在两人都活了下来 他们来到了岸边稍坐休息 可是祸不担心 就在两人为他们的越狱成功而感到呲嚎时 突然身后又传来了子弹上膛的声音 回头一看 原来是这一代的护灵员 并且对方的手里还有枪 二人自然不可能和他正面硬刚 趁着火轮员分身那一瞬间 老黑瞬间出手 但他一不小心碰到了枪的扳机 巨大的枪声引发了火轮员的心脏病 为了不闹出人命 两人迅速开车进了城 并将火轮员连人带车送进了当地的医院 可见二人并不是什么坏人 但即便如此 作为逃犯的他们 人须不停逃亡 环顾四周之后 老黑带着杰克上了一辆路边停着的车 这辆车的主人是一名貌美的卷发女子 因为无处可去 老黑便要求女子带他们回他家 虽然不知道两人有什么目的 但是看起来并不会伤害自己 于是女子就答应了 另一边 马修正在追踪杰克的下落 他发现杰克曾经入侵了一个国际公司的网站 这个公司最大的股东名叫弗雷德 弗雷德可不是一般人 他是古代黑手党的成员 这个公司也是犹太一手建立起来的傀儡公司 警方定了他很久 但一只没有充分的证据将他定罪 马修认为杰克手上一定有能将弗雷德定罪的证物 盖伦应该也是为此而来 事实也正是如此 杰克的手中有一张碟片 里面存储了弗雷德公司的重要信息 为了不暴露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弗雷德这边甚至还雇了一个专业杀手来追杀杰克 然而杰克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此时他正准备离开卷发女的家 去找自己多年未见的女友 忘了防止杰克一走了之 老黑将自己身上的口径作为信物交给了他 很快杰克来到了一家夜店 找到了自己的女友 多日不见分外想念 杰克带着女友来到了一家高档酒店 准备享受亲密时光 可就在这时杀手也得知了他们的行踪 并赶到了酒店 很快女友就听见有人敲门 当他想通过猫眼看看来访者是谁的时候 一颗子弹突然击穿了他的脑袋 此后一群杀手闯入房间 将杰克打晕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 他已经被绑了起来 杀手逼迫他交代影片的下落 否则就要了他的命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此时的杰克面临的是生命和正义的选择 他会如何选择呢 面对杀手的言行逼供 杰克并没有向他们妥协 他死都不肯透露有关蝶片的任何信息 老黑见杰克迟迟未归 便料到一定有事发生 其实他给杰克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径 他上脸庄有最终器 很快他就通过定位查到了杰克的下落 并迅速的赶往现场增援 只见老黑手持双枪与杀手们展开了生死波动 老黑飞快地结束了战斗 在离开现场后 他开始质问杰克迭平的下落 原来两人的越狱并不是偶然 老黑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退役特种命 退役后分配到了警察部门 6年前他被当作替罪羊送进了监狱 并且盖伦其实早就联系过老黑 他表示只要能弄到杰克手上的那张碟 老黑就可以被无罪释放 事已至此 两人之间也已经没有什么秘密 但杰克说那张碟并不在自己手上 是他的朋友马特在替他保管 很快二人开车就找到了马特 可还没有等他将别偏的下落说出来 杀手们就已经追了过来 一枪干掉了马特 为了保命 二人只能骑上摩托车再次撤离 接连丧失智友和爱人的杰克 被痛苦和悲伤萦绕在心头 为了活下去 杰克必须振作起来 根据他对智友的了解 他在摩托车侧盖下面 找到了马特为他留下来的线索 那是一张乔治亚洲运动场的地图 而碟片就存放在那里的杂物间 杰克和老黑决定分开行动 他们约定第二天一早在运动场见面 与此同时一场阴谋正在上演 弗雷德收买了盖伦 而老黑却仍然蒙在鼓里 第二天在接到了盖伦的电话后 老黑和他约了一个地点见面 此时的马修那边也得到了消息 他立刻动身赶往了现场 在地图的指引下 杰克很快的就拿到了谍片 可当二人来到了约定地点的时候 老黑发现盖伦的身后 赫然就是顶级杀手 老黑意识到自己中计了 此刻马修也赶到了现场 几方势力再次展开斗争 但是在这里一直打下去 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老黑等人迅速撤离到了安全的地方 他给盖伦的上级打电话 说明了他被收买的事情 并和对方约定到私通山顶见面 届时老黑会将叠片交到他们的手上 但条件使他和杰克要无罪释放 很快杰克和老黑就赶到了约定地点 就当他们乘坐缆车 准备前去身顶的时候 盖伦坐着直升机赶到了现场 和他们在缆车上面扭打起来 二人终有恶报 大度之间 盖伦被老黑扔下了缆车 最终 老黑和杰克顺利的来到了约定地点 将蝶片交给了警方并重获了自由 这次影片亡命汉将到此结束 记得点击订阅加小铃铛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见 拜拜